他原來的原始是在設立環池博愛院 後來又變成是福德的屏宅 一共老人級低收入的照顧於臨時的做作者 第二點 他在95年的時候 他是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北側為社會福利設施的用地大概有2.9公頃 西南側為公園用地大概有1.6公頃 東南側三三特 第三點 他在98年的時候 6月他是BOT案委託博德公司做開發 因為未一約兩年內未起的建造 在100年8月的時候是政府中止7月 第四點 他在102年12月24號的時候 修訂計畫公開展覽 期間博德公司陳請BOT案由仲裁審理中請停止辦理併根 所以在這個期間間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目前好像還跟國德開發公司的合法的潛意好像還沒有添清 所以第一點建議說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一點要趕快添清 不然以後在BOT案的時候可能也不會有很好的這個文價錢跟其他一樣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民眾都是關係到這個容積率調高的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一定要讓民眾來這個疑慮怎麼樣來讓他們了解 第三點就是說 剛剛民眾也提到很多就是說 我們是因為分割而規避環體 像這樣的這個 是我整體開發 這個也要讓民眾來充分的了解 第四點 剛剛有提到這個老術這個術保的問題 是否我們重新再來探查 讓老術這邊的這個情形 讓民眾更了解這些疑慮 第五點就是剛剛有提到這個斷層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有在讚嘆還是怎麼樣 能夠讓民眾對這個斷層的這個疑慮也能夠解除 第六點還是建議說 我們還是要多加強跟民眾的這個溝通 是不是做一些做堂會啦 或者是公典會 來讓民更充分了解本計畫案 以上幾點作為參考 謝謝 謝謝 如果沒有我看這樣 那個我們